周立盘特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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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梵语 翻到中文 周立就叫道生 就是在道路上生的 我来说说他们的故事 在印度的风俗 女人结了婚 要生小孩子 一定要回到娘家去生 周立的母亲要生小孩子的时候 本来应该早一点回去 早一个月 两个月的 他却等要生了几天 才往回走 回他妈妈的家里 这乡离大约 也不是很近的路 或者一百英里 两百英里的样子 偏偏走到半路上 这个时候就等不了了 于是把小孩子就生出来了 因为生在半路上 所以叫道生 在道路上生的这个周立 而盘特嘎 中文就是寄生 他第一个儿子在道路上生 等到第二个儿子的时候 他还不早一点回到妈妈家里去 还是等到要生了这个时候 才回他妈妈家里去 所以这个孩子又是在道上生的 你看 这巧不巧 真奇怪 又是在道上生的 所以叫寄生 继续在道上生 这是周立盘特嘎 周立盘特嘎 因为他哥哥叫周立 他叫盘特嘎 这就是说周立的弟弟叫盘特嘎 这个盘特嘎最愚痴 最愚痴 愚痴到什么程度呢 在出家人最初要出家的时候 都要学四句祭送 这四句祭送 以前我给你们讲过 就是身与意 也不作恶 莫恼世间诸有情 正念观之欲尽空 无意苦行当远离 身与意 也不作恶 身和语何意 这三页都不作恶 莫恼世间诸有情 不要令这世间一切有情的众生生烦恼 正念观之欲尽空 要正念来观察这个欲尽是空的 无意苦行当远离 那些更没有益处的 外道所修的苦行 应该远离 可是要学这四句祭 有五百位罗汉教他 你说 教了一百天 也就是三个月的样子 他连一句也没有学会 连一句也没有学会 你说这愚痴的怎么样啊 第一句 身与意也不作恶 就这一句都没学会 记得身与意也 就忘了不作恶了 记得不作恶 这身与意也又忘了 记前四个字 忘了后三个字 记住后边三个字 把前边那四个字又忘了 我相信在座没有一个有这么蠢 这么愚痴的 我教你们学棱延咒 大约都有几个人可以背得出了 虽然有很多不能背的 但是相信都会记住好几句了 这个周立盘特嘎 愚痴到这个样子 他的哥哥周立一看 这个弟弟 五百位罗汉教了一百天 连一句记都没学会 这还有什么用 你赶快还俗去了 你回家里去讨个老婆好了 于是就把他赶走 不要他在这儿做比丘了 他自己一想 人家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出家做和尚 我回去有什么意思呢 于是自己拿一条绳子 就到后边花园的树上去吊井了 广东叫吊井 中国北方叫上吊 他正想要上吊的时候 佛就现一个树神来了 问他说 你干什么 他说我不想活了 佛说你不想活了 你死了干什么 他说那我不知道啊 死了干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佛说你不要死 不要残害自己的生命 你这愚痴是有因缘的 你应该痛改前非 你改过 然后就可以了 他说我以前有什么因果 使我现在这么愚痴啊 这个树神本来是释迦蒙尼佛变化身来的 在这个时候 释迦蒙尼佛又现出来本有的佛身 告诉他说 因为你前生本来是一个三藏的法师 你有五百个弟子 可是五百弟子向你学法 你一天到晚也不教他们法 也不讲经 也不说法 有人向你求法 你也不说法 归到你面前三日三夜 你都不讲一句法给他听 因为这样子 你不说法 所以你就变成愚痴了 愚痴得以后连一句法你都不懂了 一句法你也记不住了 他由此之后就生大惭愧 哎呀 我怎么这样子呢 人家五百个弟子跪到面前求法三天 都不讲一句法 我因为令法 自己舍不得这个法 不肯讲法给一般人听 所以你们大家记清楚啊 以后我教你们佛法 你们要各处去 见着人家就给他讲佛法 切记不要说 我不给你讲 我讲 你明白了 我怎么办呢 不要这样子 不要妒忌人明白佛法 你越妒忌人 你自己越不明白了 周立盘特嘎就因为在过去生中命法 就是舍不得 不不失法给众生 所以就得愚痴的果报 但是他因为还有善根 所以和佛生到同一个时候 佛说完这个姻缘 就指着一把调扫说 你认识这个是什么 这是个调扫 哦 说这个 你会不会忘 这我不会忘的 于是佛叫他说 你就天天念这个好了 你就念调扫 调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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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你念这条扫两个字就得了 他就念 念了大约几个礼拜之后 佛说 你这回还会不会忘 不会忘 不会忘 我再给你转一转名 调扫 就干什么的呢 就除够 除去成够 你现在念除够 所以他又念除够 除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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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到晚就念这个除够 念除够 用这一把无相的调扫 来把他的成够都扫除了 所以就恢复清静了 就是这除够 除去他令法的这一种成够 他令法 不欢喜讲法给人家听 这也是成够 所以他得的果报就是愚痴 我们每一个人 你若想聪明 就尽量去给人说法 见着谁 就给谁说法 你就聪明了 你们在我这儿学的棱严精 从头学到现在了 每一天你写的笔记 你把它记熟了 见着人就给他讲 随时随地都给人讲法 这样子 你来生就绝顶的聪明 就变才无碍 你那种聪明智慧 就没有人能比得了了 为什么 你愿意做法不失 就不会愚痴了 这位周立盘特嘎 就因为他不愿意做法不失 所以就愚痴得这么可怜 一百天学一句祭送也记不住 你说可怜不可怜 我们现在谁都比他聪明 回到经文 这时 这位周立盘特嘎尊者 就从座上起来了 向佛叩头顶礼 对佛说了 这位祭生 自己讲自己修道的经过 他说 我缺少着颂持的这种智慧 没有多闻的性 阿南就是过目不忘 有颂持的这种智慧 又有多闻的性 而我即生 可是愚痴得不得了 我在最初遇着佛的时候 听见佛所说的法 我就出家了 可是出家是出家 为了一语吃佛所说的一句祭送 身与一夜不作恶这一句 我想把它念熟了 但是无论如何都记不住 在这一百天里边 我把前边四个字 或者三个字记住了 就把后边的四个字 或者三个字忘了 若把后边的三个字 或者四个字记住了 又把前面的又忘了 所以这一句祭送始终不能成颂 不能把它背诵出来 就愚痴的这样子 这个祭生 他这愚痴 就因为他在素生 不肯说法教化众生 所以你学佛法的人 无论到什么地方 就要尽量去帮人家 讲经 说法 弘法教化众生 以这个事情作为自己的责任 不要令法 周立盘特嘎为什么愚痴呢 就因为他令法 不肯行法不诗 不诗有三种 才诗 法诗 无畏诗 现在我在给你们讲经说法 这就是法诗 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法诗呢 如果我懂得法 我不给你们讲的话 等到来生 我或者连周立盘特嘎都不如了 他一百天记不住半句 我一年或者连一个字都记不住 因为这个 我也不求代价 也不论你们对我有什么报酬 没有什么报酬 我就给你们讲经说法 我就怕愚痴 如果你们哪一个不怕愚痴的话 只管是一事 你说我懂得佛法 我不讲给你听 那等到愚痴过周立盘特嘎那时候 你就知道 这果然是真的 你做过实地的试验了 难怪当初我听法师讲 不行法不诗 要愚痴的 那时候你就知道了 讲到这个地方 我又想起一个公案来 什么公案呢 在以前 有这么一个做官的 大约做省长这么大的官 这个做官的很奇怪 怎么呢 他对法华经很有兴趣 法华经有七卷 前三卷半 他就熟得不得了 很熟很熟 一读就能记得 后三卷半 他就读了也不记得 读一遍也不记得 读二遍也不记得 生了不得了 特别陌生 他是个信佛的 但对这个道理就不懂 我怎么对前半部法华经这么熟 后半部就这样生呢 前半部我很容易就记得了 后半部就记不清楚 当时有一位高僧 是明眼的善知识 佛眼 慧眼 天眼 肉眼 法眼都开了 这善知识有五眼六通的 他就去请问这位善知识 这善知识听说省长来了 也就很欢迎 省长就请问老和尚 我对法华经是特别感觉兴趣 在佛教里其他的经典我都不欢喜 只有法华经我很欢喜 可是这法华经前半部 我就记得清清楚楚的 我也很容易不要看经就被得出 也可以送了 而后半部 我怎么样读 也不能成诵 记都记不住 这什么道理呢 高僧说你问这个道理吗 我说了 你不要生气 你也不要不相信的啊 省长说好 你说 我相信的 高僧说为什么你做省长呢 因为你前世有一点功 你原来是一头牛来着 帮着一座寺院耕田 这是供养三宝 所以就有功 今生你就做省长了 你对法华经前半部非常熟 后半部你就非常生 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在寺院里头 在六月六日这天要晒经的 经典都要拿出来到外边用太阳晒 晒一晒经 佛经就不会被重铸了 在这个期间 你就到法华经的前边 你用鼻子闻前半部的法华经 后半部就没有闻到 所以你今生对前半部的法华经 就非常的熟 后半部就不熟 非常的陌生 也就是这种的因果 这省长一听 就向这位老和尚扣头顶礼 于是他又加工经济 研究这部法华经 这是一个公案的因缘 这牛文一文法华经 就这么聪明 周立盘特嘎不愿意讲佛法 就那么愚痴 这一项比较起来 我们每一个人千千万万切记 不要试验 我希望你不要试验 因为试验到周立盘特嘎那种程度上 那是太苦恼了 不过我们又不要轻视周立盘特嘎 他虽然那么蠢 可是念了条扫两个字 然后念除够 最终他很快就开悟了 我们比周立盘特嘎聪明是聪明了 但是我们开悟可没有那么快 这一点又是我们不如周立盘特嘎的地方 回到经文 佛怜明我非常愚痴 所以教我念条扫 又念除够 令我不要忧愁 在那儿好好的安居用功调和我的初入息 这口气出去 回来 要数息 修数息观 数息 就有一念到十念 到十念上再回来 你在于吃 大约数十个数都会数吧 呼吸气一出一入 就一呼一吸 这叫一吸 数这个呼吸 数到地时上 然后再从第一上开始 你在于吃 大约十个数都可以数得到了 所以叫它调出入息 我这个时候 就观察我的初入息 到那个微喜微喜的息上 把理追求进了 呼吸气里边 也有声 助 以 灭 怎么叫声呢 这气出呼吸的时候 就最初想要吸气的时候 只声了 这个数息 在天台有六庙门 也就是数息观 就是从这儿来的 六庙门是 竖 随 止 观 环 静 有六种修行条呼吸的法门 这现在不讲它 声助一灭 在起初的时候 这是生 这个气来回不断的时候 这叫助 在呼吸气将要没有的时候 这叫一 没有了 就叫灭 在生 助 一 灭的呼吸气里边 很短的时间 在我们一念里头 就有九十个刹那 在一刹那里头 就有九百个生 灭 你看这个 所以你若往细了研究 那微细微细的 不是肉眼所能知道的 所以说诸行刹那 周立盘特嘎尊者说 我官出入息 道无人 无我 无众生 无受者 互也不知互 息也不知息 在这个时候 心打成一片 凝成一团 连分别心也没有了 攀缘心也没有了 什么心都停了 哦 在这个时候 就反本还原了 或然就是开悟了 或然就好像屋子门开了 把门开了 房子里边空气立刻就清净 没有灼气了 我们现在虽然有这么多人 但是我们堂里边空气是清净的 为什么 你要问我为什么 我很难说 总而言之 就是清净了 我们这儿是个道场 道场 都是有一股清净 妙不可言的这么一种气氛 我们这儿是讲经的法会 每一个人在讲经听经的时候 必须要存一种恭恭敬敬的心 为什么 诸佛菩萨都在我们这个道场里边 监护着我们 看着我们 看着哪一个人有真的诚心 就给哪一个人一点甘露的法水 哪一个人有真正想要学佛法的心 就默默中开你的智慧 本来你听经听不懂 因为你心真 他默默中把你的心窍给开了 你开智慧了 不过你看不见 你没有开五眼六通看不见的 如果你真开五眼六通 那你的境界就更不可思议 更妙不可言了 但是你要守规矩 不要到道场里边尽承认我的是非 你看我 我什么都是第一 不要争第一 一争第一 佛菩萨一看你这个小坏蛋 在佛的道场里边 都来这么样搞法 所以要小心一点 每一个人对任何人都要很谦恭 很和蔼的 不要生出供高我慢心 不要说你看你多蠢 我比你聪明的多 你生出这一念来 你就该愚痴了 所以不要看不起人 要看这个法会里边的人 都是我过去的父母 你不知道哪一个人 或者是我过去生了父母 到这个地方来了 要看作都是未来的诸佛 将来都成佛的 你如果清慢这个人 那就等于清慢佛一样了 所以学佛法 就要对人人都平等平等的 没有一种骄傲的心 这是最要紧的 因此在这个法会里边 一定要守规矩 听经的时候 没有必要的事情 切记不要走来走去 也不要往这儿躺着 往那儿歪着 要端然挣作 做一定要做正当一点 不要这么斜斜待待 懒懒多多的 你即便就是懒虫 也要不变懒虫 要变成一个不懒的 这回变成一个勤力的人 所以最要紧的 听经不要睡觉 听经若睡觉 那将来就像那位阿那律 周立盘特嘎尊者 其心豁然 得大无碍 什么叫得大无碍 就是一切都没有障碍了 就是开悟了 开悟就无碍了 由开悟之后 一点一点的就无漏了 漏尽 就是无漏了 就成阿罗汉了 到四果阿罗汉的果位 我常常随着佛的坐下听法 佛给我印证 说我也是得到无学的果位 得到四果阿罗汉了 这么愚痴的人 也得四果阿罗汉 我们这么聪明 连一果都没有得 你说 惭愧不惭愧 现在佛询问什么是最原通的法门 像我所证的 属出入西 回来归于空境上了 这个法门是最为第一的 我来这儿很多年总也不敢讲规矩 为什么 这个国家 什么事情都讲自由的 父亲 母亲也不管小孩子 随他自由的发展 于是我到美国来 收徒弟也不管了 也由他自由发展 他愿意到什么地方去 就到什么地方去 愿意怎么样 就怎么样子 很自由的 可是在这个奖金法会里边 我看有几个太不像样子了 这自由的太厉害了 就太随便了 所以说 不以规矩 不成方圆 若没有规矩 就不能成方圆 所谓规矩 圆的就是规 四方的就是矩 如果你不用规矩 方的也就变成一个长的 或者三角形的了 圆的也不圆了 变成一个三角形了 就没有一定了 所以在这个冷眼法会 今天我告诉你们 不要懒惰 要恭恭敬敬的听经 听经 就好像佛在这说法一样的 你不要认为 这是这位法师 在这讲 好像讲故事这么讲 好像讲笑话这么讲 好像狐哄小孩子 给我们这么讲 一些个可笑的事情 不是的 我所讲的 你们如果真能领会得到 当堂就会开悟的 也会当堂就正过的 当下就正过 当下就开悟 这只要你有一种 真正求法的心 就可以了 现在讲这部经 大约快讲到一半了 所以我给你们 一点好的消息 你们若是诚心听 在这二十五圣 各宿圆通的时候 当下就会开悟的 为什么 这二十五圣 都有这个愿力 说以后谁要是 修这个法门 我都帮助他开悟的 所以你们好好 用心来研究这部经典